我认为烟草行业是我国最应被消灭的行业之一,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进行烟草行业。 与其他农业种植项目争夺宝贵的土地资源,耗费大量煤炭进行烘烤加工,浪费能源,同时造成环境污染,使用大量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进行加工生产,挤占了宝贵的经济发展资源。 得到的烟草产品却对全体国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挤占了我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造成大量火灾和安全事故的发生,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依托于宋礼文化的烟草走向高档化、高价化,对整个社会崩弃造成不良影响。 这个行业存在的理由好像仅仅是因为少得可怜的税收,但实际上国家从整个行业中所得的税收根本不能弥补其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损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行为。 这个行业的存在只对从业者及附生的利益团体有益,而是对全体人民是极为不利的。 盐,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专卖品,国家需要通过专卖的方式实现国家税收。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盐和烟草为专卖品,其实这两件商品实行专卖的核心意义,就是当时的政府财力相对紧张,需要借盐和烟草而获得所谓的财政收入。 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手中已积累其大量可供支配的财富,再也不应通过与民争利益的方式来积累财富。 这种掠夺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我国的专卖制度存在很多漏洞,其大部分利润被中间的专卖流通领域掠夺了。 烟草专卖局成为带着大概冒的烟饭,而烟农,生产企业,只得到极少部分利润,实际上国家又获得了多少利润,获得的利润又流向了何处。 在严以取消专卖的大环境下,我认为已到取消烟草专卖制度的时候了,在这种判断下,我认为烟草行业,得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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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